小九最低的什么流年不利 不是吃饭的被查着 就感冒了 小九过本年了吗 感冒了 小九 小姑都感冒了 不比难养 三块电电了 一天才我一天大火 糖清鼻涕吗 比清鼻涕要浑浓一点这种鼻涕 这干什么病吗 有几天 狗感冒了 可以给它吃人用的感冒了 然后像你们装往脸上 有很多可丽的都可丽 就是轻微的 吃个两半天吧 就比较好 我们前两天突然酿了 晚上下雪盒 等一下 就几乎 来一天还吃几多 然后放出去放出来 就是变成这样 就现在这个以后的那个盒 都说了狗鼻涕 难养 难养就在这 前两天晚上刷了一个大脸 狗鼻好养 我当时就说 当时就想 那么扯多 不可能 狗鼻是 我现在养的那些狗 你们最难养的这个 怕冷 怕潮 人用量大的 又用量小了不行 怕冷的原因 是因为它背毛短 特长 就一层背毛 然后呢 狗鼻本身脂肪还在上乎 其他有些品种 虽然毛短 但是脂肪多 所以它不要冷 狗鼻 狗鼻不行 还有一个是怕潮 就是后台里边那些粉丝 也是私信我 得这个皮肤病 得那个皮肤病 究其原因就是潮了 皮肤病特别快潮 一潮它就容易 这个皮肤病 在北方有肚鼻 冬天必须必须 不论大狗小狗 温度 室外温度低于10度 它就有点不舒服了 所以出去玩也要注意 这个就是我大意的 造风用的现象 正常出去玩的话 都不用穿衣服 但是玩的时间不够太长 没长时间得慢慢玩的话 因为屋里有20度多的室温 出去有几下十几度 门差接近30度 时间长就受不了 有人一样 小谷是财引进的主题 哎呀别动 给一同找到第二个系统 侧服劲 哈哈哈 小谷比小酒小一点 嗯 大感觉了啊 之前也是 讲得不好 别动 看着是比小酒小 小孩脸感觉 总结一讲 这期视频就算好 想告诉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 杜宾对于温差很敏感 然后呢 感冒容易感冒 感冒里面都很脆 就是人用的感冒药 也比较容易吃 很好吃 小鸣 很简单的 现在这拍视频 这自媒体啊 为了点流量 各种新稀古怪的理事 都会报复你 一点都不愤人 杜宾确实难养 公认的难养 所有的繁殖者都知道公布 杜宾难养 还有人说特别好养 从他踩耳到立耳 立耳的时间 就要五到八个月的时间 每三天换一次 可以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这个工作量 绑松了不行 绑紧了不行 这个后台粉丝 你看得过吧 经常有烂的耳子 对吧 绑大了 实现实大了 绑的位置不对 烂了 里边坏了 耳朵都烂得缺口了 都见过对吧 还有皮肤病 纹身皮肤病 就是出国拆 关在笼子里几天 结果回来以后 全是皮肤病 不必天生皮肤就敏感 还有这个运动下 运动量不够 容易功倍 趴提 对吧 场地还有要求呢 碰到碎片场地去跑 也不行 太硬了也不行 场地太硬不行 场地太滑也不行 反正是总结一句话 就说 养活 不难 对吧 养好 尤其 你想就是 要想人前前 必硬的人 后走你 你牵着他出去耍帅 装灯的时候 你得考虑好 在人人的时候 你要怎么送他 确实是要承认 所有人公认 不光我承认 全世界的公认 这是最完美的圈子 就是不好养 能不能养也能养 花时间 你要是什么上边儿童 小鼠拦鼓子 你不见一见 这样的 比方是 时间比较少 也超级带高 有精力 有耐心 养活病人也可以 好处就是什么 智商非常聪明 要很活泼 要好好动 啊 互聪 最主要就是帅 啊 公主 好了 就像那些吗 擦皮 都静眼 这边一样 都刮嘴上来的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